哈喽小伙伴们 我是Ringo姐姐 粉丝破万的小目标 我们完成啦 恭喜各位 是感谢各位 三花 这么高兴让我财思全涌 有没有人想看 生活大爆炸停播之后 主要演员的现状 如果想看的朋友 请疯狂点赞 这集B站的点赞破2000 或者YouTube点赞破1000 我就马上来一期 请大家看之前 以鹅传鹅点赞三连 让我们迈向下一个小目标 十万粉丝吧 网交朋友才能高效传鹅 加油 你可以的 YouTube的小伙伴 也请为以鹅传鹅事业 贡献一份力量吧 今天的内容是 康熙来了嘉宾现状 犀利前辈篇 第一位 已经被呼唤多时的杨秀慧 秀慧姐早期是歌仔戏演员 后来主持和拍戏 她聊过自己的初恋男友 是当时非常红的歌手 后来感觉自己是眼瞎了 媒体猜测是歌手郑静一 被她否认 秀慧姐也说自己没有指名道姓 后来在康熙来了 秀慧姐提到初恋 让大家自己去Google 现场的Keebo老师 也弹起了郑静一的歌 秀慧姐23岁的时候 和一位36岁的贸易商男友交往 对方非常宠爱她 连生气了 把人家的音箱丢到楼下 她也没有生气 还笑着安抚她 男友当时向秀慧姐求婚 但是被拒绝 因为她经常到处跑秀场的工作 当时还是以歌唱的事业为重 还呛对方要等就等不等就算了 最后秀慧姐去外地工作 两人渐渐失联 没多久她收到对方住院的消息 秀慧姐说回台北去看她 结果对方心肌梗塞去世 这成为了秀慧姐心中的一大憾事 这个人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 如果有下辈子 像你这么好的人 我会很快很快答应 秀慧姐也曾经交往过一个导演男友 两个人感情很好 一度谈婚论嫁 她觉得对方是体贴的好男人 一次争吵之后 对方没有反应 让她觉得不对劲 直接冲到了男友家 发现对方和另外一个女人 在里面说笑 还不愿意开门 她居然说里面的人是她老婆 气得秀慧姐用刀砍门 对方在里面大喊 要跟秀慧姐分手 又是一个劈腿渣男 2009年 她在节目里面公开表示 欣赏许乃琳 对方爱家爱孩子 如果许乃琳不幸离婚的话 她愿意等 还说我和乃哥前世有特殊姻缘 这是命中注定的 秀慧姐说自己不是严控 不像小甜甜经常施爱 自己只仰慕乃哥 第一次见面心就揪了一下 感觉上辈子就认识她 徐乃琳则大呼受不了 希望秀慧姐别再开她玩笑 秀慧姐私下也约过 徐乃琳喝咖啡 但是被对方回绝了 2017年 秀慧姐在节目里面 现场打给前男友约吃饭 对方说吃什么饭 晚上来家里就好了 聊到后面 原来这个人现在是有女朋友的 还说什么 感觉还是跟你比较合 秀慧姐直接白眼 这个男人的女朋友 真的很需要看到这一集节目 秀慧姐后来很直白的说 碍于尺度的关系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一下 前男友让他到家里来 这么随便 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这个前男友继续加大公事 一直邀约他晚上去家里 又说来接他 又说现在没有女朋友 就等他了 等什么等 渣男 而今年传出秀慧姐和演员 陈文山的恋情 被双方否认 说只是好朋友 两个人同在一起拍戏 秀慧姐对陈文山的评价很好 说一起拍戏 经常搭顺风车 大家聚会他都会默默的买单 不喝酒之余 还会把大家一一都送回家 同剧的米可白 也说他是零缺点 其他演员也说两人很登对 陈文山说 秀慧姐优秀又孝顺 坦言两个人 可以像家人一样谈心 但是陈文山兄弟都不在身边 一个人肩负起 照顾八十岁父母的责任 所以不想交女友 给对方造成负担 如果不是有年迈的父母要照顾 秀慧姐是很好的对象 而秀慧姐也说 自己的妈妈很麻烦 十个追她的里面 没一个妈妈喜欢的 唯一一个已经死了 而且十个里面 八个都要骗她钱 相处一周 就能感觉到对方心怀不轨 嗯 这种貌似开玩笑的说法 背后其实也蛮心酸的 前两年秀慧姐在家半夜突然昏倒 去医院验血 发现大肠的指数超标 中途等报告的时候找人算命 被对方说肯定是大肠癌末期 但是报告出来之后 其实没什么异常 秀慧姐上节目也说过这个事情 但是很多人看节目 真的以为她患癌 所以请大家等报告的时候 不要自己吓自己 更不要在这种时候去乱算命 相信科学好吗 上个月秀慧姐参加网络频道的整人脱口秀单元 狗屎携手 也就是无准备登上脱口秀舞台 带上耳麦 复述编剧的稿子 但是内容根本就是在整人 大部分的内容都完全不能播 而且是完全不能播的那种 我只挑了所剩无几的比较轻微的梗 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追的都是很红的人 例如曾国藩 保养有三宝 肉毒杆菌 肉毒杆菌 和早睡早起 为什么要早睡早起呢 因为要排队打肉毒杆菌 有兴趣的朋友只能去YouTube看了 因为这种尺度真的没人敢搬运 第二位曹西平 曹大哥80年代唱跳歌手出道 同期的还有包伟明和杨凡 之后他还有主持的工作 2002年卷入了兄弟争产纠纷 曹大哥有五兄弟 父亲是台中的知名医生曹培芳 曹西平跟媒体控诉 母亲过世之后 兄弟占用了他的房产 还弃养老父亲 他的二哥否认 说都有付赡养费 曹培芳说 是因为曹西平在电视上讲了 二儿子才开始付的 而台中店面有庞大债务 四兄弟都不要才分给了曹西平 自己只希望儿子们能多关心他 多回来探望他 但如今儿子连朋友都不如 儿子有曹西平一个就够了 曹大哥背负起1600万台币的贷款 放弃演艺事业 开启了可丽饼店 同时照顾老父亲 2005年父亲往生 另外四个兄弟也没有出席葬礼 曹大哥拿着父亲的遗照 亲口和兄弟断绝关系 之后曹大哥去泰国散西 消失在荧光幕上 五年之后 曹大哥重返演艺圈 付出拍戏和上通告 在康熙留下了吹哨子和丑八怪的经典画面 曹大哥有一名助理阿凯相伴十几年 阿凯的爸爸是曹大哥的朋友 两人的关系形同家人 在父母过世之后 曹大哥有过轻生的念头 是阿凯当他的心灵导师 带他走出重度抑郁的低潮期 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曹大哥说 有他 我这一辈子也够了 2011年 阿凯因为猛暴性肝炎去世 临走前还嘱咐曹大哥的干儿子 Jeremy好好照顾曹大哥 还让曹大哥答应自己 不可以自杀 要好好活下去 重返演艺圈 曹大哥去年在阿凯闽诞发文 悲伤真的不会因为时间而冲淡 我还要活得更坚强 更勇敢 更独立 2016年 曹大哥开了小型的个人演唱会 但是只卖出了不到400张票 父母生病之后 为了照顾他们 曹大哥卖掉了名下的房产 今年他61岁 过着有多少钱花多少钱的日子 没有退休金 连医疗保险都没有买 今年他和干儿子Jeremy和凯尔还店 又刚好遇到疫情影响 被记者问到想不想找个伴 曹大哥说 我不想再伤心 也不想让别人为我伤心 曹大哥的命运真的好坎坷 虽然在电视上面风风火火 但是私底下比较安静 希望他能够放下悲伤的过往 和身边的人相互照顾 相互扶持 好好的生活下去 也请继续多上节目 还有很多观众喜欢你 期待看到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对了 现在更新了十万粉的小目标 也就是说 每个人要安利给十个朋友才够 那大家都出门去吧 不要窝在家里面 多出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有更多机会遇到有共同爱好的朋友 就有更多机会安利我的频道 对不对 是不是很有道理 小好伴们周六见 拜拜